大街上火事不斷從水溝蓋內竄出 而且越燒越旺 火事高於成人身高 現場油氣瀰漫 嚇壞不少民眾 我就一直這樣燒過去 燒到那輪廣會館那邊 就遇到油管破裂 破整排 那個水溝在著火 對啊 然後我就很害怕趕快跑出來了 附近居民很擔憂 會是高雄氣爆風波再現 事件發生在十九日下午五點多 台東市中心路二段出現連環氣爆 火車從水溝蓋噴出 消防人員貨爆道場 趕緊布水線滅火 15輛消防車輛道場待命 並且警方疏散水溝周邊住家民眾 火事約半小時撲滅 根據火吊人員追查 發現是距離事發點200公尺的加油站 地下除油槽滲漏到水溝內 因而引發意外 包括台東縣長 饒慶林 台東市長以及消防局長 都到現場了解狀況 用泡沫 用泡沫 灌泡沫到水溝 對對 去阻隔它跟空氣 對 温室的濃度要到它標準值 好 瘋狀才可以進入 這起意外造成一名六十二歲富人 被水溝火焰輻射熱波及 右手臂臉部眼睛周圍百分之十一度灼傷 皮膚紅腫送醫急救 消防員事後也沿著排水溝噴灑泡沫後 再以稀油棉回收 城中火焰嚇壞周圍居民 但是否因為地震影響而漏油 還需要進一步調查 接著潘正賢 台東報導 我是陳怡榮 波報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棚內的第一線 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很開啟小鈴鐺喔